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蕾三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聊斋变异里的最后一个故事 路畔 猪尔旦是一名引楼摄影师 天天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时间久了,看见相机就想吐 这天,店里来了一位金主 对猪尔旦的服务很不满 照片还没拍完就扭头走人了 对此老板非常生气 直接扣了他当月的奖金 随后,猪尔旦在收拾卫生的时候 发现了那位金主落在沙发上的一张金卡 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路盘会所 背面还贴有详细的地址 可这个地方正在拆迁 于是猪尔旦怀着好奇之心 找到了这个地方 可进去之后,发现这里空空荡荡 只有一个破旧不堪的衣柜 不过,他打开衣柜后发现了一个密码锁 用金卡刷了一下后 猪尔旦打开了新视线的大门 这里不仅装修豪华 还有小姐姐为他引路 奇怪的是,这些小姐姐都长得一样 随后,这些小姐姐为他开启了一条龙服务 迷迷糊糊中,猪尔旦就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躺在手术台上 医生说,这是你订购的内部条例服务 猪尔旦天红一脸懵 接着,医生为他条理了一下 已经发黑的肺 镜头一转,猪尔旦已经做完了手术 被小姐姐服饰好后送了出来 猪尔旦走在路上浑浑噩噩 怎么回来的都不记得了 发现肚子上真有一条疤痕厚 赶紧来到医院做了检查 看着检查结果医生都呆住了 因为他病变的肺已经痊愈了 我想要不就是放射科可以搞错了 要不就是我这实际的医学白毒了 从医院出来后 猪尔旦觉得空气都开始变甜了 自此猪尔旦开始频繁的来这家会所 把自己的五脏六腑统统调理了一番 全身充满了活力 做起事来也干劲十足 慢慢的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就连大明星郭东成都来找他 一番交流后 郭东成觉得他手脚快还有想法 便让猪尔旦成为了自己的专职摄影师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 猪尔旦说你这样的生活 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 郭东成却说你是靠天赋吃饭 而我是靠脸 我的脸可以织一套别墅 而你的天赋就是两时一听 听到这个话后 猪尔旦若有所思 便再次来到了鲁盘会所 找到医生后说想整容 不过医生表示整容的话 技术上没什么问题 但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不一样 于是猪尔旦拿出杂志 说只要符合大众审美就行了 这不就是照人家这样整吗 医生看后答应了 随后猪尔旦就往手术台这么一躺 整容就算成功了 然而等他拆开纱布后 彻底傻眼了 因为自己真的和郭东成一模一样了 这就是换脸好吧 随后他打开了会所送给他的纪念品 发现里面居然是自己的脸 这下猪尔旦真的有些慌了 难道自己真的换上了郭东成的脸 于是他急忙来到他家里 结果发现他的脸被扒掉了 这可不是自己的初衷 猪尔旦只是想变得帅一点 不想换脸 也不想伤害别人 于是他找到医生说想换回自己的脸 然而医生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那张脸经过仿佛处理 已经没有了活性 所以不能用了 如果不满意这张脸 可以帮你再换一张 这时猪尔旦才意识到事情的可怕 问换另一张脸是不是又有人因此牺牲 医生写媚一笑 说那肯定了 在之前的内部调理中 肺来自于这位运动员 心脏来自于这位农民工 肝来自于这位女性 猪尔旦听不下去了 说你们这是在犯罪啊 可医生却说 我们只是不遵守人类世纪的法律而已 咋的 难道你们不是人吗 医生说 难道你没有看会员张成吗 说着就要查看猪尔旦的会员卡 猪尔旦害怕暴露 便慌慌张张的逃走了 从这里出来之后 猪尔旦想过报警 但转念一想 这么荒唐的事 怎么会有人信呢 如果牵连到自己 那不是抱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便说自己搞错了 冷静之后 猪尔旦找到了浦松林 就是前两期视频中 提到的专门收集 李一故事的那个记者 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 郭东城的生活 至于真正的郭东城 已经强迷迷的埋掉了 说完这些 猪尔旦问浦松林 你相信我的故事吗 浦松林说 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 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是猪尔旦 没错 一个是你其实是郭东城 编这个故事 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演技 看能不能骗过我 说到这儿 两人都笑了 故事最后 浦松林来到了 猪尔旦说的这个地方 确实看到了衣柜 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过在衣柜 后面的墙上 他发现了路盘会所的标志 回去之后 他把这个故事 整理到了自己的了斋网站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路盘会所 到底存不存在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一波点赞收藏 加关注吧 拜拜